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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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有天意 每一年的太岁 有每一年太岁的天意 这个事情 今年会发生什么事情 太岁已经决定好了 值得注意 好 要了解这个 两一战争之前 我们要从 前老师要告诉各位 从奇门遁甲的角度 从奇门遁甲的角度看天干 第一次看天干 奇门遁甲 各位同学要去研究 奇门遁甲就是十天干里面 把甲藏起来 只有剩下九个 奇门遁甲 这门学问 甲就是代表先元皇帝 甲代表此由 甲 姨就是先元皇帝的太太 甲是先元皇帝的儿子 丁是先元皇帝的女儿 甲呢 甲是先元皇帝的太太 认识此由的儿子 甲是先元皇帝的太太 认识此由的儿子 甲是先元皇帝的太太太 认识此由来看天干 甲是先元皇帝的太太太 认识此由来看天干 日本战胜中清朝 格让台湾 甲5年就是此由其一匹战马 1990年的两一战争 此由其一匹战马 甲是甲5年 所以这一年 从这个天干就知道 这一年会发生这个事情 耕武年就此游 骑着一匹战马的电波 划到每一个人的头上 这个是太阳 这是耕武年的太阳 他划出的电波都是耕武耕武 这个耕武 这个电波一打到每一个人的头上以后 就每一个人就想打仗 每一个人就是此游 骑一匹战马 这个很重要 今年的太阳是甲子年 他所划出的电波就是甲子 水跟木 这个电波对你的八字有需要的话 你的命运就好 那这个电波 电波划到每一个人的头上 使得每一个人都想 有战争的欲望 这就是耕武年 1990年的那一年的太阳 而且那一年太阳叫 姓王明清 王我们加一点必须变成主 主要清得干干净净 那太阳的名字王清 这个太阳的名字我们要解释的话 国王要把这个大臣清得干干净净 王清 这个是预示一个体会 好我们把 我们田老师从这本书 从这本特刊里面 有记录 那个民国七十九年的诗信 来 西元 一九九零年 民国七十九年 歌舞年 临水成太后 将一诗信 每年 深夜初一都会 下来 在同神身上讲一首诗 那一年 讲的这首诗 田老师有在旁边听太后 讲这首诗 好我把这首诗的内容 念一遍 歌舞元旦 大家恭许 吐蛇欢腾 大地震动 刀兵随火 已逝贤击 这歌舞就是 始游其的一匹战马 刀兵随火 已经逝贤击 诸子信存神意 物以善喜可为 战族安慰 以朝夕清晨 智节良年 天道行皇 难以尽谢 甚至甚至 你看天道 庚舞的天道 天道行皇 难以尽知 就是庚舞年旧 已经暗示了 要战争 特意 他特意就特别 再讲了一遍 庚金太白 天心弦 五马交阳 草木 标 庚金就是 太白 庚金就是太白心 庚金就是 铁金 奏征战争 五马交阳 草木 太阳 太阳 太热烈了 太干燥了 草木 都飘 这个特意 特别特别重要 特别特别重要 那田老师为了 证明 证明啊 这个 这本 这个金呢 有在这本书上啊 所以我再特意 还给各位 各位同学看一下 看 各位同学看一下啊 好 好 在这里 十年一九九零年 民国七十九年 真月初一 银水晨太后 赞同事序 特意 庚金太白 天心弦 五马交阳 草木飘 这篇 这篇在二百一十页哈 我给各位证明一下 我有注意到每一年太后的私信的天机 那个都是个天机哈 我们研究命像写一定要很小的地方都要注意到 注意到 所以我又把特意 特意这个 写一下 庚金太白 天心弦 五马交阳 草木飘 他真月初一就已经告诉我们 今年有战争的可能性了 那这个是特意提出来 好 那 养一战争 开打的那一天 在一九九一年 一月十七号凌晨 两点三十八分 正式发动战争 这个也很妙 妙在什么时间呢 妙在 这个两一战争要开打呢 是要得到联合国授钱的 联合国授钱 取得联合国授钱的时间 就是一九九零年的农历 十二月初二 因害日丑时 就是我们联合国在美国授钱的时间 换算成伊拉克 这个战争的时间 就是一九九一年一月十七号的凌晨两点三十八分 那他的八字就是这样 耕五年 吉丑业惊骇日 辛丑时 这里面有几个天气 耕五年至此游戏了一匹战马 这个刚刚有想过 吉丑业 吉丑业是霹雳火啊 霹雳火换鞭炮 不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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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霹雳火就战争嘛 你像那个珍珠港的打战的那一天是吉丑日啊 吉丑日霹雳火打战啊 霹雳火就战争了 那应在这里啊 惊骇日 惊骇就是人丁受害啊 他为什么不物子日打 为什么要不惊骇 惊骇下面 或是必须日打 天天瞧在吉丑亥日开战 人定受害 他日子打 你说这个是不是天意 没有瞧到那么瞧啦 他早一天打晚一天打 终不是吉丑亥 而且辛丑时是必上除 命宫是成头除 头头头啊 两个除 这个时间一打下去 头头头让你除除除啊 所以这个是不是天意 各位好好想一下哈 好 我在想 为什么发生在1月17号丁亥日夹 更五年就是使用其一匹战马的这个第一个 第二个 举丑日就霹雳火焰 举丑夜霹雳火焰 放鞭炮的声音代表战争的开始 丁亥日人定受害之日 辛丑时辛苦忧愁啊 辛丑时辛苦忧愁的时程 而且他打的理由是 取得联合国授钱的日子 正好以开战的时间当天是 1991年1月17号 啊 这个 这个是重点在这里 那在 我们再谈 为什么1991年1月17号这个数 我们谈这个数 17 19 我们刚刚讲过 1991 是缓银数 是丁丑数 19嘛 19跟91 都是1跟9嘛 丁丑 丁丑数嘛 缓银数 这个是1991年 17号 17号 台湾话叫十七 台语啊 十七就是十七 9097 表示没有纠缠 没有呱呱滴 台湾话有一句愿言 我跟你不来往了 我跟你不来往了 就讲 我和你没呱呱,我跟你没有呱呱吱 我跟你没有呱吱呱 没有呱呱呱 就是没有 1993号 就是 不再跟你呱呱呱了 啊 好 我再讲一个十七厘米的故事 前到这有一个学生啊 这二三十年啊 他在 他跟我上过课 他是地理师,他是看汪水的 他也是造士 他拜李栋斌 他家里有供个李栋斌的神像 我去参观过 他有一次,他给我讲 他有一次去养猪场 养猪场那个猪生病 那个养猪场的主人请他 请他到养猪场去修法 去帮那个猪治病 好,他就布个谈 在养猪场前面 念咒啊,念经念一念 念完那个咒以后 他手上拿了十七厘米 用十七厘米 然后,往那个猪射一撒下去 念完咒,把那个十七厘米一撒下去 所有的猪都站起来了 好了,猪好了 你看这个十七的数字 很厉害,没拆去了 所以呢,有一次我到餐厅吃吃吃饭 那个老板跟我讲 钱老师,我最近这个客人啊 吃饭完仓 吃完饭,还不付钱 还给我讲啊 这个菜不好吃,怎么了 怎么怎么 老师,我要怎么办 我说你就用盐跟米啊 盐跟米放在 放在那个盘子里面 挑十七厘米放在盐里面 撒出去 他走的时候就用盐跟米十七厘米撒出去 跟你没拆去了,以后你不要来吃了 所以这个十一招啊 这个十一招 所以你要跟这个人不好 就十七厘米跟盐里撒 跟你不来往了 所以这个十七号就是这个 好,讲到这十七号我们在谈 阿弥陀佛的生日 阿弥陀佛为什么 他的生日是农历十一月十七号 他的生日为什么要农历十一月十七号呢 我想了很久 十七树是光棍树 一一光棍嘛 十一月十一号就是光棍节嘛 这十一日光棍 我是佛 我是阿弥陀佛 我是光棍嘛 和尚是光棍的 十七 十七 就是跟你没拆去了 我跟人间的人没有杂 杂杂没有关系啦 我是佛 我跟你们没有关系 你们要修佛要变成我就给我念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就是你看这个数字 他的生日也是显得非常好 非常好 这个是我们谈到这个十七树 这个树的故事 好,讲到这里我们再谈丁亥 这丁亥既然那么重要的话 我就把丁亥 丁亥这个 这个做个总整理 做个总整理 好 我讲丁亥之前我们再讲一个故事 美国史上最惨的股票涨跌 当一天就增花了26% 2320亿美金 在2022年的2月3号生死星期四 美国的脸书 脸书的股票 暴跌了26% 增花了2320亿 这是美国史上股票最惨的 劫腐的那一天 那一天是惊害日 那一天是惊害日 你看为什么 就人丁受害了 股票跌得那么惨了 大家都受到灾害 而且是辛丑年 辛丑是辛苦忧愁 辛苦忧愁的年 辛苦忧愁的夜 人丁受害的日子 物生不要 股票生不上去了 物生了 而且那一年的辛丑年的太岁 叫做汤信 汤信 为什么汤信 信用泡汤了 信用已经泡汤了 汤信 所以这个太岁的名字 你会恍惚的想 也是那个 股票跌这么多 信用泡汤了 这个是我们把这个 股票放跌的日子 找到是丁太日 然后 我们把丁太有关 把丁太有关的内容 做一个整理 把一个丁太有关的内容 做一个整理 那我们再来看 好 2007年 民国96年金亥年的诗信 他就没有 他这个诗信就没有讲说股票会暴洁 中以静止守 孝以奉尊心 年以养 年以养 兼得 决以保真操 亦以自事 信以利交友 人以代人物 会以服服群众 离以晋千功 决入古语 作为丁太年延旦的宪职 提供参考 助地址 合家平安万事主义 这个陈老师又特别去注意到丁太年 民国36年的丁太年没有诗信嘛 因为那时候没有诗信 但是这个 2027年 2027年呢这一年 2027年民国96年间丁太年就有诗信了 诗信就是在这里 他也没谈到说股票会大姐 他就叫你好好做人 做人要守信用 要讲 要孝顺 要讲礼貌 要有人爱之心 要讲义气 叫你做人做事 我把这个丁亥年的这个 找出来了 然后再来看 丁亥年的谦诗 丁亥的谦诗 第24签 丁亥的谦诗是这样 国有贤士 亭无乱臣 干戈不用 常享太平 那我们丁亥年的谦诗 我们就强到这句话 啊 国家有贤士 朝廷没有乱臣的话 就不用动干戈了 而且他是24签 我们想到丁亥 就要想到这首诗 想到是24签 我要再证明一下 田老师讲的这个 丁亥的谦诗 丁亥的谦诗 要给各位看一下 24签在这里 丁亥 国有贤士 乘无乱臣 干戈不用 何显太平 那各位这本书可以上网买 田老师的网路上 这本书的内容 你可以买得到 好 这个是我把丁亥 做个总整理 做个总整理 好 而且丁亥年 丁亥年太岁的名称 信封明齐 封得整整齐齐 封齐 封得整整齐齐 那我们上次讲到 为什么会 民国36年 那个228事变 就是好像压力锅一样 把你压的 那个明念都压得像压力锅一样 要爆炸了 砰 那些228那天 丁亥日 其实227就发生 丁亥日就发生暴动 那个暴动 发生了59天 这个是跟太岁的名字也有关系的 他把你轰得整整齐齐啊 汤信 信用泡汤啊 这个各位对太岁的名字 要值得去好好的研究 值得去好好的研究 那我今天讲的内容就是 讲到丁亥这两个字的 全部的收集的资料 还有讲这个丁亥日 发生的两一战争 丁亥日发生的股票大底 这个是重点 各位好好去体会一下 那讲到这里呢 钱老师要推荐书 本周推荐的内容 上一次我推荐的这个 阴阳 阴虎经 因为我发现到 以前我们是 学算命的时候 很多老师他也没想到 叫各位学生去读一些什么书 所以 这样的话 你就其他知识就写不到 所以我就再讲一下 今天本周呢 现在推荐的 这个礼拜 我要跟各位推荐的这本书 就是 《协剧变荒》 《协剧变荒》 这本书 这本《协剧变荒》呢 是梁湘润做的 梁湘润 台湾很有名的 酸民老师 他把《协剧变荒》原古书啊 没有标点 很难组啊 没有标点 他特地发心思 去标点出来 这个行为非常伟大 非常伟大 这部书非常伟大 这个各位要去买一本这个 梁湘润的 这个《协剧变荒》的标点 那你要买这本书要怎么买呢 你要买两本 要买一本没有标点的 买一本有标点的 为什么 我发现到这本书里面 有些跟没有标点的 会漏了几个字 所以你要看没有标点的 才会完整 它漏一个字漏两个字 经常会查到 这个是 叫你要买两本 一个标点的 一个没有标点的 没有标点的可以上网可以download 没有上网可以download 好 每天要怎么读呢 读这些书 每天花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 抄 每天抄一段 我今天抄天色日 明天抄五三 后天抄天雁 大后天抄什么日子 每天抄一点 抄好好体会 这是读书的方法 我是教你方法 第二 你要读这个书 这本书有什么精彩的地方呢 本书的精彩内容 有听以贵人的出处 在简区一百五十页 简区一百五十页 有听以贵人的出处 为什么 假悟根牛羊 医荷及书羞 以前我们为什么六合 石头合 你们背就好了 其实背 就好 其实不是它有道理的 杨左贤 夜降夜见 就产生六合 你没有读大六论 你就不会知道说 怎么叫夜降 怎么叫六合 所以 很多知识是贯通的 所以这本书呢 我可以推荐各位 读了简区的 《玄剧变方》一百五十页 还有《纳因》 它的《纳因的来源》 在第二十页 那纳因呢 各位可以上网去查 纳因的来源 那个纳因的来源是怎么来的 在网络上可以 可以查得到 你只要谈纳因的来源 你就可以找得到 纳因很重要 你要知道它来源 还有它天色日 天色日在一百零五页 这几个月数呢 各位好好的去找出来 有空 每天超一点 花一个小时半个小时 接触 超一点看 慢慢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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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要研究 各位同学要研究算命 折日是最高的境界 找到这里有一次我在北京 在北京有一个我的亲戚呢 他开一个旅行公司 礼物公司 他叫华表会 他叫我 他说表弟 他说我表弟 表哥你帮我看看日子 我就帮他看个丁有日 星期五 我印象很深的 结果那天星期五到的时候爆满啊 会场爆满 没有位置做 准备 本来是准备两百个位置的 结果 来了五百个人 没有位置做 为什么? 折日 折日 就是那个日子太好了 我显得那个日子太好了 他也出乎医药之在 非常高兴 所以 折日是命血最高的境界 你可以用的搬家折日 破户产折日 上班折日 买新车也要看日子啊 最近很多车子发生一些爆炸事件 古人买新车 进来的时候要看日子去买 买那个新车 都可以挑日子 盖房子折日 上梁折日 照葬折日 等等 折日是命血最高的境界 那今天呢 钱老师讲的内容是 就讲这个 我每次每天呢 找一个很特别的主题 让你的思考有一个 有一个收获 今天也各位 学到十七数 这个数要怎么应用 好 以上是今天的内容 好报告完毕 报告完毕 报告完毕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某年某月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们却都没有哭泣 让他淡淡地来 让他好好的去 到如今年复一年 我不能停止怀念 怀念你 怀念从前 但愿那海风再起 只为那浪花的手 恰似你的温柔 恰似你的温柔 善清兵 阿兰 美痴 我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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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